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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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补身体上的缺陷和病障 这个是要有观念和方法两种 来同时并用的 所谓观念是什么 观念是说 身体本身就是有病的 我们人从生到死之间 就是生老病死 并不是说老了以后才会病 这个老的意思 就是一天一天的过日之 就是个老的过程 因此一生出来就是老的 还有一生出来就是有病的 我们的遗传因子里边 人人带着病来的 生出来以后就有病 所以有人问我 什么人不害病呢 我说啊 第一个 没有害病的人还没出生 第二个呢 不害病的人已经死了 死了以后不会害病 出生以前也没有病 除了这个两种以外 两种人以外 没有人不害病的 所以人人都有身体上的病痛 这个我们一定啊 直接要肯定他有病的 不管他你感觉到 感觉不到 有的人呢 是感觉到有病 有的人呢 感觉不到有病 哎 我要告诉周围啊 感觉到有病的人很有幸福 没有感觉到有病的人 那才糟糕了 像我这个人呢 从小就是有病有病 哎 我知道我有病 我会啊 照顾自己 我不会啊 这个暴瘾 暴死 不会啊 累累的要死 我不会死 人家叫我什么 是个 这个 小的扁蛋 这个乡下过去 中国人的小的扁蛋呢 又软 又 又细 这看起来呢 老是要断的样子 但是他就是不断了 那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身体脆弱 我常常有病 我也觉得 我自己的福报不够 一张很重 我知道我惭愧 所以这个有病 反而对我很好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从来不害病 一害病以后 怎么样 一害病就死翘翘 为什么 他从来不知道害病 其实他身上有没有病呢 有病他直接不知道 当医生发现他有病的时候 已经怎么了 来不及了 所以 当有病的时候 影响到你的身体 影响到你的心里 有一种 啊 我有病了 啊 我这个有病了 你不要这样子想 你应该 嘿嘿好高兴 嘿嘿好高兴 你看我知道我有病呢 大哥不会死 至少我不会马上死 这个太好了 有病就治病啊 还有呢 有病的时候 不要老是想到自己说 没有希望了 大哥快要死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老是说 他这个地方有病 哪个地方有病 我说我保证你不会死 但是呢 他常常说 嗯 大哥我下一个要死 嗯 我下一个要死 但是呢 我说你究竟是吓人呢 还是吓自己 结果我证明他 他是吓人 他不是吓自己 吓自己应该吓死了 他老是说 有病有病啊 这也吓死了 可是呢 他老是吓唬人 说我打个要死 我打个要死 都是专门在吓唬人 所以这种 都不是正常的心态 吓人不应该 你直接吓人做什么 吓自己 那更糟糕 还有禅宗也好 我们的佛教里边呢 有一句啊 名言 说比丘常待三分病 是助到得到的因缘 常常待病的人 就待病也年 你们都听过没有 长寿呢 因为是待病 待病也能够长寿 这个也是很好 如果有这种心来 这个处理自己的问题 那你的心情一定会好 虽然身体不舒服 你的心情还是每天都是 那么开朗 那么愉快 为什么 我的身体能够有病 第一个 能够预防啊 能够爱护啊 能够保养啊 能够治疗啊 那就不是很好吗 第二 在复法来讲 那更好了 我们过去是造了很多的医 现在呢 这害病来环保 能够还债的人 表示你有本钱 能够还债 还债以后 叫做无债 一身轻 所以是呢 当我们在有病痛的时候 当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你说 嘿 我在还债 能够还债 表示我有本钱 能够有本钱还债 我感觉到我自己啊 真的 安慰的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性情 随时随地 能够可以调整过来 人生的责任 是满足个人内在的需求 还是受到外在人为期望的驱策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事实上很多人呢 一方面不知道责任是什么 一方面觉得责任太多了 其实在副教徒的立场来说啊 人生的责任只有两个项目 第一 是还愿来的 第二 是环抱来的 所谓还愿呢 是我们过去啊 曾经答应的 曾经许的愿 而没有事件 没有兑现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还愿 这是还愿呢 也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菩萨的愿 一类呢 是人情的愿 所以人情就是反复啊 人与人之间呢 就是许一个愿给什么人 许一个愿给什么人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常常说 哎呀 我的孩子们啊 都是没有什么用啊 我说 妈妈 你不要担心 当我长大之后呢 我就很有用 母亲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啊 结果 我还没有长大 我的母亲就过世了 那我这个愿就没有还来了 这个是一个人情的愿 这个不是菩萨的愿了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菩萨的愿呢 就是不是因为是感情的问题 许的愿 而是呢 自己就是为了慈悲心 要救苦救难救众生 所以呢 像阿弥陀佛 有48个愿 他发愿是什么时候发的呢 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是刚刚啊 在做菩萨的开始 就有法料这样的愿的 还有 像地藏菩萨 有说 地幼为空 事不成佛 那也是啊 就是发的悲愿了 而且地藏菩萨是 一次又一次的 发了这么大的愿 那么还有普贤菩萨 有十大愿 在也是啊 这菩萨法的愿 愿愿都是为了成就众生 为了广度众生 为了成熟众生 救济众生 这都是呢 就是菩萨的愿 另外呢 我讲啊 人的责任呢 是来环抱的 我们过去是欠了人家的债 欠人家的情 欠人家的恩 我们就是需要啊 这一生来还债 那么我们这个还怎么还发呢 有的是主动的还 有的是被动的还 所以主动的还 就是不需要 人家来讨债啊 我们就主动的 对社会有奉献 对人群有利益 尽自己的利益 来尽心尽力啊 来造福于社会 造福于人群 任何人希望我们帮助 或者是他不知道希望我帮助 但是我有那个能力帮助 那我们就去帮助他 这是主动的 有一种是被动的 被动的报酬 这个不是报酬了 被动的受报 那就是心不甘情不怨 但是呢 又非要你啊 去接受这样的事实 让你病痛 让你受折磨 让你啊受损失 让你啊不自由 让你啊不顺利 让身心受煎熬 让你环境呢不自在 像这样子的 类似的情况呢 多是叫做啊 是被动的 还在 也就是被动的 环抱 我们呢 如果有了这样子的 一种观念之后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认识之后啊 面对着任何好事 坏事都能够以平常心呢 来看待 因为 这个需要自己来负担的责任 不是人家给我的责任 而是我们呢 本来就应该要担心的责任 面对着 这个不幸的环境 不幸的遭遇 这个时候 不要觉得难过 因为我们来的人生的责任 就是要接受这种事实 来改善我们的未来的呀 虔诚 所以是呢 一边还愿呢 一边呢 受报 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我们呢 如果说 知道了这种 了解了 或者是肯定了 这种态度 这种观念呢 那我们可以说 时时刻刻 多是啊 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 敬之复之 不是啊 淘寨 不是啊 淘贝现实的人 而人家来看我们的时候呢 也觉得 我们是啊 非常值得人信赖 也非常值得人啊 敬佩 非常啊 值得人啊 这个爱戴的人 人既然是有情众生 就免不了带有情绪和感情 感性呢 未必全然不好 但是呢 也未必都是好的 那么在佛法的修行上 有什么方法 可以达成感性和理性的调和呢 我们现在就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通常人的 看法呢 把人可以分成两种啊 形态 所以某一些人呢 是非常感性的人 某一些人呢 是非常理性的人 往往呢 把感性的人 看成呢 是会无力去闹的 理性的人呢 是很有智慧的 是很理智的 所以是多半的人 愿意接受理性的人 而不愿意接受感性的人 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 感性的人呢 很容易跟人家相处 而很理性的人呢 这是冷冰冰的 总是以冷言旁观呢 来看人类 我一个徒弟 他非常理性呢 他什么事情呢 多讲道理 多讲规矩 多讲法律还要讲 一般一言 不可以呀 错误 因此 他没有人缘 人家都怕的 那作为感性的人呢 就随时随地 能够谅解人 同情人 虽然有时间呢 有一点鸡婆 这个多观贤士 但是呢 他照顾人 同情人 谅解人 而包容人 可是 太感性的人呢 也糟糕 感情泛滥了 就可能呢 这个表错了情 你把你的情感 你把你的感情呢 到处乱送人 那就麻烦了 感情不能够乱送人的 而照顾人 关怀人呢 不是恰到好处的时候 会失得其反 你照顾人 不是恰到好处的照顾人呢 第一 被照顾的人受害 第二 你自己 虽然照顾了他 你也是受害者 你会啊 他反过来 再找到你 粘住你 你摆都摆不掉 你最初是照顾他 结果他在依赖你 你本来是关怀他 结果他粘住你 那他太依赖你的时候 他自己啊 很倒霉 那你也很倒霉了 所以是究竟感性的好啊 还是理性的好 理性的是 样样都是啊 照规矩来 完全照规矩来 这个人呢 就变成了机械 一个螺丝钉 一个螺丝钉啊 都是规规矩矩的 不能够换的 这个尺寸都是凉凉好好的 这人都变成机械化的话 这个人还有什么味道啊 人与人之间啊 那就 常常是互相的啊 对立的 没有啊 觉得过得很愉快 所以是一定要 能够感性和理性 彼此啊 互相的能够配合 我在另外一个单元里面讲到 我说我也看《红流梦》 我也看《西乡记》 我也看《水湖传》 但是我不会看到《红流梦》 要学甲宝玉啊 我不会看到《水湖传》 我也学什么 李逵啊 卢之生啊 不会啊 这个是我在看到 这个小说里边 《人间像》是这个样 那我也会跟在家居士在一起啊 我跟在家居士在一起 跟男的在一起 我不会跟他同流合物啊 跟女的在一起 我不会跟他谈恋爱啊 我也会讲一般人讲的话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用法 但是在我的内心来讲 我不跟你一样啊 我是我 我是我 这就是说以智慧来应用慈悲 这个叫做感性和理性的调和 如果仅仅是感性的话 那就是情感的纠缠 如果仅仅是理性的话 那就是一般一言 是机械化的人生观 那我们这个社会啊 就会混乱 那我们现在许多的人 产生问题呢 多半就是呢 不知道 恰到好处的应用感性 也恰到好处的应用理性 使得我们 有一些人 在认为自己是感性的时候 就很痛苦 认为自己理性的时候呢 大家不容易接受你 这样子 人间呢 就失去了温暖 真正要为人间 带来温暖 带来光明 温暖是慈悲 光明是智慧 那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调和 阿弥陀佛 自己在生活之中 我们扮演一个角色 我们应该进了什么预复 我们不要让人家受到损失 受到这个扰乱 而自己还是要帮助人家 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才是 就是生活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